第五十七章 法国的苦难 在这一章您将听到 美国迫于国内形势 无法加入战争的消息 像最后一根稻草一样 压垮了法国领导者们的信心 即便如此 法国所遭受的苦难 也没有影响到以丘吉尔为首的 英国人民坚持抵抗的决心 英国竭尽所能从欧洲大陆撤回军队 并向大英帝国的自治领 发出了动员的号召 1940年6月13日 我最后一次访问法国 此时法国政府已经撤出巴黎 前往土耳 眼下的形势也越来越危急 此次法国之行 我带上了爱德华 哈利法克斯和伊斯梅将军 马克斯比赴布鲁克勋爵 也自愿随我前来 容相先生 总理先生 现在法国的战线可以说糟糕至极 尤其是陆军的情况 现在我的士兵已经筋疲力竭 尽管他们仍在英勇作战 顽强抵抗 但是我们的防线已经是千冲百孔 无法阻挡德军的进攻 公路上挤满了难民 不仅阻碍了兵力运输 更引起了士兵的慌乱 司令部经过商议认为 我们应该趁着还有足够的兵力 维持秩序的时候 请求停战 我明白军方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 我们还有必要继续坚持下去 到底要坚持到什么时候呢 梅罗总理 要知道 每一个都有士兵在德军的炮火 袭击下丧生 我也无法判断局势 继续恶化下去的话 士兵是否会花变 起码坚持到盟友 给出明确答复的时候 温斯顿 我准备今天再给罗斯福先生 写一封信 我必须告诉他 最后时刻已经到来 盟军的命运 此刻已经完全掌握在美军手中 法国眼下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停战 要么和谈 温斯顿 之前法国内阁让我问你 坦若最糟糕的时刻到来 英国的态度又将如何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但是首先 雷诺总理 英国肯定需要法国 能鼓起勇气 继续战斗下去 继续战斗下去吗 刚才卫刚元帅和在座的各位已经指出 法国已经为此牺牲了一切 此刻便得一无所有 但不可否认的是 法国成功地消耗了德军的兵力 坦若英国无视法国以无力抵抗的事实 要求法军继续战斗下去 法国人民的命运 又将如何 关于这一点 我无法给出明确的态度 因为这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 但是 我要重申的是 无论将来会发生什么 英法两国都不能单独同德国构合 我们的目标依然是彻底的打败希特勒 我们坚信 我们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因此 我们不赞成法国违背值钱的诺言 想要单独同德国构合 不论将来发生什么 我们都不会责怪法国 但这不代表 我们会同意法国和德国谈合 这二者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您可以尽快向罗斯福总统求助 对此 伦敦也会给予援助的 当然 我会在会后尽快给罗斯福总统写信 告诉他发生了什么 当然我也保证 在美国给出确切的答案之前 我们仍然会继续坚持战斗 谈话结束后 雷诺先生把我们领到隔壁房间 下议院议长赫里欧先生和参议院议长 让那内先生都坐在屋里 这两位爱国主义者都慷慨激昂地说 要誓死战斗 随即我们穿过走廊朝院子里走去 戴高勒将军此时正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口 我低声用法语同他打招呼 称他为被命运选中的人 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我们于下午五点半左右离开土耳 随后雷诺先生又在刚者召开了内阁会议 这次会议上 法国人决定将政府迁往波尔多 雷诺在刚者给罗斯福发了封电报 急切呼吁美国参战 即便不参战 美国也至少应派出舰队支援法国 当晚十点十五分 我向内阁做了汇报 会议尚未结束 肯尼迪大使便将罗斯福总统 对雷诺六月十日写的那封信的回复 交到了我的手中 你六月十日的来信 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已经同你和丘吉尔先生说过 美国政府正在竭尽所能 为盟国政府提供急缺的物资支持 不仅如此 我们还打算将所有的援助物资加倍 英法联军的英勇抵抗 给美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就我个人来说 你的宣言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你说 即便法国不得不逐渐撤到北非或大西洋 你们也会代表民主国家继续战斗下去 你们一定要记住 英法舰队必须牢牢掌握大西洋 和其他海域的制海权 同时 必要的外部物资援助 对于维持军队供给 是十分必要的 英国首相丘吉尔 数天前所做的 关于大英帝国将继续战斗的演说 也十分振奋人心 我相信 势力遍布世界的法兰西帝国 也一定有着同样的决心 历史告诉我们 海军在处理世界性事物中 依然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想必 海军上将达尔朗 对这一点十分清楚 这封回信里 包含了两点相当于参战的声明 第一 物资援助的承诺 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帮助 第二 呼吁法国政府继续奋斗 即便法国政府被迫牵出法国 也要继续战斗下去 我给雷诺先生也发了一份电报 啊 罗斯福总统回复了您于六月十日写的那封信 看完之后 英国内阁一致认为这封回信 意义非凡 他将鼓舞法国履行自己曾于六月十日许下的誓言 美国已经承诺提供双倍的物资支援 这就是在劝导法国 即便眼下正处于你所提到的最黑暗的时刻 也应该继续战斗 倘若法国遵从罗斯福总统的意见继续战斗 我们认为美国很快就会跨出最后一步 宣布成为交战国 实际上美国早有交战国之实了 美国宪法不允许美国总统单独宣战 这一点相信你十分清楚 但如果法国能够按照罗斯福的想法去做 我们相信美国迟早会对德国宣战 我们想将罗斯福总统的回信刊登出去 我们正在征求总统先生的意见 就算他一两天内不会同意 这也没有关系 这封信也已记录在案 可以作为你们行动的依据了 因此我在这里向你和你的同僚们 提出请求 请你们不要错过这次世界范围内的 跨海经济联合的好机会啊 这一联合必将对纳粹统治造成致命的打击 眼下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计划 我们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最后 我应内阁请求 又给法国政府发了一封正式的电报 给他们加油打气 在这封电报中 我第一次提到了 坚不可摧的英法联盟 对于英法两国来说 眼下形势十分的危急 鉴于法国不畏艰巨 继续作战的毅力 英国政府向法兰西共和国政府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这正是法国光荣传统的最好体现 法国给敌方造成了惨痛的损失 打不裂颠将继续尽自己的所能 支援法国 我想借此机会 重申 打赢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的联盟 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永远不会中断 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民族在不久的将来 会面临什么样的考验 但是我肯定 所有的困难 只会让我们更加的团结 更加的坚定 我们再次向法兰西共和国 重申我们的诺言 我们会不顾一切的 继续在法国 在英国 在海上 在空中等一切的地方继续战斗 我们会竭尽所能 利用一切资源加入战后重建工作 我们永远不会停止战斗的 直到法国迎来最终的和平 并恢复以往的光彩 直到所有遭受侵略和奴役的国家和民族 能够得到彻底的自由 直到我们彻底的摆脱纳粹主义的梦魇 直到文明之光再一次升起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坚定 这一天终将到来 或许会来得比我们预期的 还要快 第二天 罗斯福总统发来电报 拒绝了我们提出的关于 刊登他给雷诺的回信的请求 总统感谢 我向他汇报了土耳会谈的内容 并就英法士兵的英勇 对两国政府表示赞赏 他保证将尽可能提供物资援助 但他又说 他已经让肯尼迪大使告知我 14日的回信并不代表 美国会采取任何军事上的行动 美国也不会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罗斯福十分关心法国舰队问题 在他的要求下 美国国会已经拨款5000万美元 用于给法国难民提供食物和衣物 最后 他就我对美国的信任表示感谢 因为我在此前的电报中提到 一旦美国参战将扭转当前的不利形势 这是一封令人失望的电报 我们深知罗斯福总统的困境 他有可能会因此被指控越过宪法允许的界定和限制 从而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落败 一旦罗斯福总统落雪 我们的命运该何去何从 以及很多其他事情都将成为未知数 我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回电中 列举了一些论点供他参考 他可以用来告诉别人 一旦欧洲和英国陷落 美国也将自身难保 对于您的来电我十分的感激 我已经将其中的关键信息和一些稍微乐观的想法 转达给了雷诺 我明白 你要应对美国公众舆论和国会的压力 但如果事情继续按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 到时候就不是舆论能够左右的了 就我个人而言 我深信美国迟早会参战的 但是眼下呢正值法国生死存亡之际 美国的一个可能会在必要时参战的宣言 便可以挽救法国于水火之中 如若不然 数天之内法国便将无力抵抗 英国也不得不孤军作战 倘若英国战败 我和现任政府一定会将英国舰队送往大西洋彼岸 但倘若现任政府被迫下台 只要英国愿意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傀儡 便可以换来英伦三岛的平安 我相信到时候英国肯定会成为亲德政府 与德国和谈 其实这个民族将不可避免地屈服于纳粹的意志 我曾向您提到过 英国舰队的命运 将决定美国的前途 因为一旦英国舰队和日本 法国以及意大利的舰队整合 再服役德国的工业实力 希特勒将手握庞大的海上力量 其数量之重 力量之强 装备之精良 原非美国所能挤押 我相信凭着您的洞察力 一定早已对这些问题有所察觉 但我还是要说 英法两国的前途将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利益 我们新生产的驱逐舰要于年末才能出场 倘若美国愿意支援英国35艘驱逐舰 我们便可以弥补这一短缺 这是你们马上能够做到的 且可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我希望您能仔细地思考我说的话 与此同时 法国的战况也越来越糟糕 德军在巴黎西北部发起行动 歼灭了国军第51师 6月9日 德军已经抵达塞纳河和瓦兹河下游 南岸地区 有法国第十和第七集团军残部 匆忙组织起来的防线也被敌军攻破 为了填补这一缺口 法国首都守军及所谓的巴黎兵团 开出巴黎加入战斗 再往东去 埃纳河沿沿的第六第四和第二集团军情况要好很多 他们有三周的时间建造防御阵地 且有增援部队前来支援 敌军集结了大量兵力 准备朝他们发动最后一击 同一天 该地区落入敌军手中 尽管法军仍在顽强抵抗 德军还是在埃纳河南岸 苏瓦松等雷戴尔一带建立桥头阵地 随后两天这一阵地又扩展至马恩河地区 八个装甲师发起两次冲击 让法军一败再败 溃不成军 无法抵抗 在数量上装备上和策略上 全面占有的敌军发起的进攻 十六日 敌军仅用事四天便抵达奥尔良和卢瓦尔河 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的德军 也发动猛攻 穿过狄戎和北桑松地区 就快抵达瑞士边境了 在巴黎西部 第十集团军余部 被迫从塞纳河往西南方向 退到阿朗松 十四日 巴黎陷落 负责保卫巴黎的第七集团军 和巴黎兵团也被击散 在这之前 马其诺防线未遭到任何攻击 作战部队已经抛下首军 随防线中部的军队迅速回撤 但为时已晚 当天 萨尔布鲁肯地区的防线被敌军攻破 德军从科尔玛尔附近穿过莱茵河 撤退中的法军陷入苦战 无法脱身 两天之后 敌军攻破北桑松 切断法军后 四十万法军被敌军包围 已无逃脱希望 六月三十日 最后一批法军遵守指示 向德国投降 至此 法国防线上的大量无组织的战役 已经告一段落 布鲁克将军在敦克尔克大撤退中 就曾立下赫赫战功 在填补因比军投降而出现的缺口上 表现尤为突出 因此 在哥特勋爵重新执掌英国远征军前 我们让他担任在英法军 和所有增援部队的指挥官 布鲁克于十四日 会见了魏刚将军和乔治将军 魏刚称 法军已如一盘散沙 无力组织有规模的抵抗 他还告诉布鲁克 盟国已经同意 在布列塔尼半岛建立桥头阵地 建立一条从南到北 穿过雷恩的防线 由英法联军共同把守 布鲁克将军指出 这条防线有一百五十英里长 至少需要十五个师防守 但魏刚将军却说 这是命令 我和雷诺 确实曾于六月十一日 在布里阿尔达成协议 试图在布列塔尼半岛下方 建立一条类似 托里什维德拉什的防线 这一想法是好的 但眼下的形势 不允许容易这么去送 一旦法军主力被击垮 德军必然集中火力 向这一阵地发起攻击 这一防线也坚持不了多久 但只要能够争取几周时间 法军便还能与英国保持联系 大量法军也将得以从前方战线 撤回非洲 倘若法军要继续战斗下去 那么他们只能在布雷斯特半岛 或扶日那样的山林地区继续战斗 否则法国就得投降 因此 谁都没有理由嘲笑 在布列塔尼半岛建立桥头镇 这一想法 布鲁克 在和法军指挥官们 谈话后 回到自己的指挥部 当看到急转直下的局势后 他向陆军部汇报 并打电话给爱登先生说 眼下的局势已经 回天法术 应停止增援 并立即让十五万英国远征军 残余部队重新登船 准备撤退 他向我表达了他的看法 于是我便下令 让他不用再听从 法军司令部的指挥 并开始将大量物资装备和士兵 运回国内 除法国 第十集团军指挥的部分英军 为撤退外 其余英军全部在 布雷斯特 瑟宝 圣马洛 和圣纳泽尔登船 十五日 剩余英军 也不再听从法国 第十集团军指挥 并于十六日开始 向南边的瑟宝撤退 十七日 被当政府 请求与德国停战 并在没有通知我军的情况下 命令所有法军停止抵抗 因此 我们下令让布鲁克尽其所能 让所有的士兵和装备登船 此刻 敦克尔克大撤退的那一幕 重新上映 只是这次撤退使用的箭支要大些 两万多名拒绝投降的波兰士兵 也跑到海边 我们也将其带回英国 十九日清晨 我们的后卫部队 在港口南部十英里的地方 与德军遭遇 最后 一艘船 与当天下午四点驶离 此时敌军 距港口仅三英里之遥 只有少数英军被抚 此次行动中 我们从法国各港口 撤回十五万六千名士兵 英军 十三万六千名 其余为波兰士兵 和三百一十门大炮 为了减轻法国 即将投降的影响 六月十六日下午 我向各自之领的总理们 口述了一篇 声明 我并不认为眼下的形势 已经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了 法国 可能还是会在非洲和海上 继续作战 但是不管怎么样 希特勒肯定会转攻英国 不然德国就会惨遭失败 眼下最主要的威胁 来自于德军的空袭 这是我们迟早都要面对的 毫无疑问 在希特勒征服了欧洲大陆的 沿海地区之后 这一危险越来越急迫 然而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去克服它呢 海军从未说过能阻止五千到一万人的入侵 但我不认为八到十万的军队能够跨过海洋在英国登陆 加上我们强大的海军力量能登陆的必然寥寥无几 只要我们的空军还在 就可以帮助舰队阻止敌军从海上登陆 同时给敌军的空运部队造成严重的损失 尽管我们在法兰西战役和敦克尔克大撤退损失了大量的军队 尽管此前法国曾多次要求我们将空军投入到陆战中去 但我们仍保留了空军实力留作更为重要的用途 现在空军力量和以往一样的强大 即便是在法国那样的逆战下作战 我们的空军也常常造成敌军两倍或2.5倍于我方的损失 虽然敌军的飞机数量要多于我方 但在经历数周甚至数月的敖战之后 德国空军的实力一定会大大的损耗的 现在英国援征军已经返回国内 并且大部分已经重新整装 就算现在还不足以在欧洲大战上坐陆 但足够进行本土防御了 现如今英国本土的兵力 要比一战史和此前的各项战役都要强大得多 这是一场关于生死存亡的战役 谁也无法预料到结果 但我们一定会信心满满的投入战斗 我说的这么多是为了告诉你们啊 我们凭什么能够避免法国的悲剧在我们身上重演 我们凭什么能够继续战斗 即使我们被数量上占优的德国空军打败 我们也能够将我们的舰队送到大西洋彼岸 届时我们的海军将继续在海上保卫大英帝国 希望你们也能像我一样坚定不移的战斗下去 并且竭尽全力的帮助我们 第五十八章 投降还是战斗到底 在这一章您将听到 就在法国内阁 因为是否投降而争执不下的时候 为了不让法国缴械投降 英国几乎使尽了浑身的解数 最终决定发表英法两国建立联盟的宣言 就在丘吉尔等人自信满满 准备再次访问法国的时候 却在火车上听到了一个坏消息 现在不谈军事问题 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到法国内阁的变动 以及聚集在布尔多地区的各位政要身上 数天以来 魏刚将军一直认为 法军没有必要再抵抗下去 所有的一切都是徒劳 因此他希望法国政府 能在法军上有能力 维持国内秩序的时候停战 他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制度 有着与生俱来的憎恶 他仗着自己手握最高军事指挥权 肆意妄为 公然顶撞法国总理 声称 法国军队不能再继续战斗下去了 应当在法国陷入无政府状态之前 停止无谓的挣扎 避免更可怕的杀戮 我当然清楚法兰西战役已经结束 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 但是我还是希望 我们能在非洲和任何法兰西帝国的领土上继续战斗 用我们的海军继续奋战 我可以将正式投降的权力交给你 你来下令停火 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绝对不会让法国陆军的军旗蒙收这样的耻辱 投降是我们目前唯一的选择 但是应该是政府和国家出面投降 我的军队只负责执行这一命令 我觉得现在的局势一目了然 继续和英国站在一起 我们必败无疑 我们不应当仅仅同德国和谈 还要改变自己的立场 我们必须站到德国那边 成为德国忠诚的伙伴 与德国一起向海峡对岸的英国发动袭击 这样才能保存法国的利益和领土 最后以胜利者的姿态来结束这场战争 这 北当元帅 我希望您能劝说一下魏刚将军 服从内阁的安排 雷诺总理 我赞同魏刚将军的观点 各位 能否让我讲两句啊 我觉得雷诺总理的主张 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但是眼下对我们来说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装出一副姿态 让法国上下能够团结起来 我们可以先和德国进行试探性的接触 看看他们的停战条件是什么 当然了 我们保留拒绝的权利 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办法 我们应该询问一下英国政府的意见 当然了 法国舰队是绝不会投降的 这样总能让他们满意了 好极了 现在看来只有我一个人认为战斗是错误的了 我去找总统递交辞诚 这种耻辱的事情 我绝不参与 随后 混乱的讨论继续进行了下去 关于法国舰队绝不投降 和将法国舰队开斗德国势力 触及不到的港口去的这两个提议 大家看法不一 至于是否要向德国询问 和谈条件一事 大家一直同意征求英国政府的意见 于是 他们立即 发了封电报给英国 第二天早晨 雷诺又一次召见英国大使 大使告诉他 英国政府同意法国的请求 但前提是法国舰队 必须开到德军势力触及不到的地方去 十一点 法国内阁又一次召开会议 乐布伦总统出席会议 参院议长让纳内代表自己 和众院议长赫里欧 对总理提出的 将政府转移到北非这一提议 表示支持 北当起身读了一封信 要求退出内阁 说完之后便准备离开 总统劝止了他 但前提是 今天之前必须给他答复 北当还抱怨大家拖延请求停战一时 雷诺回应称 如果盟国中的任意一方 想要停止履行义务 按照惯例 等待另一方的回复 这些天里 英国战士内阁充斥着 非同寻常的氛围 阁员们满脑子都是法国的陷落 和其未来的命运 大家都在为法国遭受的痛苦感到悲痛 想尽我们所能的帮助法国 此外 法国舰队问题也十分重要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 有人想出了永久联盟这一提 十四日 范西塔特和蒙斯蒙德·莫顿 接见了法国驻伦敦经济代表团团团员 莫内和普利文 戴高勒将军也在 他这次专门飞来英国 是为了安排舰支 将法国政府 及尽可能多的法国士兵 运往非洲 他们已经拟好 法英联盟誓言的大纲 这一宣言的初衷 不仅是为了突出建立联盟的好处 更是为了列举一些 有说服力的事实 给雷诺足够的信心 同意将法国内阁 前往非洲 并继续战斗 在第二天上午的内阁会议上 我们首先谈论了 该如何回复雷诺 昨晚发来的请求 上议过后 我应内阁要求 到隔壁房间 亲自起草了这封电报 并于16日下午12点35分 从伦敦出发 外交部 至坎贝尔爵士 请将下文转交给雷诺先生 以下所有指示 都已经由内阁批准 禁止单独购合的协定 是我们和法兰西共和国 共同指定的 而不是和法国某一政权 或个人指定的 这一协定 牵扯到法国的荣誉 因此除非法国舰队 在谈判期间 驶往英国港口 否则 英国政府绝不同意 法国政府 向德国询问停战条件 英王陛下政府 势必战斗到底 绝不会参与上述 对停战条件的问询 下午早些时候 外交部 又以同样的措辞 给罗纳德坎贝尔爵士 发取一封电报 请将下文 转述给 雷诺先生 我们希望 一旦法国得到任何 关于停战条件的答复 应立即 同英国商议 倘若 法国单方面 与德国停战 势必对我们造成 很严重的影响 你应当让法国政府明白 我们之所以 让法国将舰队 送往英国 是因为我们将法国利益摆在和英国利益同等重要的位置 倘若法国政府在和德国谈判的时候表明 法国舰队在德国势力范围之外 那么法国也会硬起一些 至于法国的空军 除非法国政府确实想把空军送往英国 否则我们认为也应当把空军撤到北非 我们希望法国政府在停战谈判前和谈判时 能尽一切努力将法国境内的波兰 比利时和捷克的部队营救出来 送往北非 我们也在做安排 准备接纳波兰和比利时政府 当天下午三点 我们又一次召开内阁会议 我提出 在前天的内阁会议快要结束时 我们已经讨论过 就英法两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盟 再次发表宣言一事 早上 我见到了戴高乐 他说 现在有必要采取一些 引人注目的大动作 来支持雷诺 让他说服法国政府继续战斗下去 为此 他建议就 英法两国建立永久联盟一事发表宣言 戴高乐的话 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戴高乐和科尔班 担心内阁今早做出的决议 和发出去的电报 都太过强硬 我听说 已经有人起草了一篇新的宣言 戴高乐 也已经打电话通知雷诺 因此 我们现在最好暂停行动 于是 我们给坎贝尔爵士发了封电报 让他暂时不要把电报送给雷诺 随后 外交大臣说道 在今天早上的会议结束之后 他会见了范希塔特爵士 范希塔特 在和戴高乐等人商议后 草拟了一篇宣言 戴高乐让他们务必 尽快发表这一宣言 并希望能在当晚将草稿带回法国 戴高乐还建议 我能于明天前去会见雷诺 下午三点五十五分 我们接到消息称 法国将于下午五点召开内阁会议 就是否应该继续作战一事做出决定 其次 雷诺打电话给戴高乐称 如果能于五点前接到支持联盟宣言的回复 不一定会让他信心大增 于是战士内阁通过了英法联盟宣言的中稿 并授权戴高乐 亲自将草稿带给雷诺 与此同时 我们立即打电话将此事告知雷诺先生 随后战士内阁又让我 爱德里先生和辛克莱爵士代表英国三党 尽早以雷诺先生碰面商讨宣言的相关事宜 下面便是联盟宣言的中稿 此时正值世界现代史上的关键时刻 联合王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 再次发表永久联盟宣言 并坚定不移地维护正义和自由的共同事 抵制磨灭人类意志的奴役制度 两国政府再次声明 从此以后 法国和英国不再是两个国家 两国将结成法英联盟 联盟的宪法将规定执行联盟内防御 外交财政和经济政策的联合机构 从此 每一位法国公民都将立即享有大不列颠公民身份 每一位英国国民也将成为法国公民 两国将共同分担 战后重建工作 两国的任何资源都应为此服务 就如同一个国家一样 战争期间 只能存在一个战士内阁 负责指挥英法两国的海 陆 空 三军 那个具体地点不固定 哪里最适合 就定在哪里 两国议会将正式合并 大英帝国已经在筹备新军 法国会继续在路上海上和空中维持现有兵力 联盟将呼吁美国继续为盟军提供经济援助 同时为联盟的共同事业提供强大的物资支持 无论战场蔓延到哪里 联盟都将集中精力对抗敌军 这样一来 我们必定能够战胜敌军 随后 我将这份声明拿到隔壁房间 戴高了无比激动的看完这份声明 并迅速用电话与波尔多取得联系 将此事告知了雷诺先生 我们都希望 这一庄严而神圣的联盟誓言 能给正在苦苦挣扎的法国总理一阵强心计 能够让他将政府和尽可能多的兵力 迁往非洲 并下令让法国海军 驶往德军势力范围之外的港口 现在 我们来看看法国那边的情况 英国大使将那两封言辞强硬的电报 交到雷诺手中后 雷诺十分沮丧和不满 接着 戴高乐通过电话向雷诺传达了我的看法 他的电话就像是一针强心计 雷诺称 他愿意为这样一份宣言战斗到底 他相信 有了这样一份保证 他便有信心说服内阁 前往非洲继续战斗 雷诺刚一走 大使就收到了 我让他暂缓将那两份语气强硬的电报交给雷诺的消息 于是他们立刻拆人追上雷诺 告诉他 之前的那两封电报作废 事实上 英国战士内阁从未改变他的立场 但是我们觉得 应该让联盟宣言在最有力的条件下发挥作用 倘若这份宣言 能让法国内阁振奋起来 那么法国自上而下都将受到鼓舞 届时 让法国舰队失望德国势力范围之外的计划 便指日可待了 倘若这一宣言得不到支持 那便可以履行我们的权利 并拒绝法国单独通德国构合的请求 我们不清楚 法国内阁发生了什么变故 也不知道 这会是最后一次通雷诺交涉 当天 我和雷诺在电话里聊了一会儿 我提出要立即前去拜访他 由于目前我们不知道 博尔多的形势如何 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战士内阁的同僚们 希望我能乘巡洋舰前往法国 于是我们定于第二天 在布列塔尼半岛海岸附近会面 我应该直接乘飞机过去的 但即便如此 也为时已晚 外交部给驻法大使发了一份电报 内容如像 首相将于明日十七日中午十二点 呈巡洋舰抵达康家诺与雷诺会谈 掌戏大臣 空军大臣 三军参谋长和其他几名随行人员将一同前往 戴高勒将军已经得知此事 并表示会面时间和地点都很方便 我建议在巡洋舰上会面 避免引起别人注意 如有必要 应见伯克利号 应听从雷诺先生和法方差遣 十六日下午八点 外交大臣又打电话给驻法大使 之所以让你暂时不要把之前的那两封语气强硬的电报交给雷诺 是因为首相和戴高勒将军商议后决定将于明日在布列塔尼会见雷诺先生 尝试劝阻法国政府停战的想法 因此首相决定采纳戴高勒将军的建议 立刻和法国发表联盟宣言并宣称 英法两国将在各项活动中紧密合作 希望借此来说服法国继续奋战 我将在随后的电报中附上经英王政府批准的宣言草稿 接到电报后请立即将宣言交给雷诺先生 戴高勒将军已经提前打电话将宣言的大纲告知雷诺先生 雷诺先生称两国政府若能达成这样的宣言 一定会对法国政府的决议产生影响 戴高勒将军今晚将带着这份宣言的副本返回法国 十六日战士内阁一直开会到六点 会议结束后我便奉命出发前往法国 此行我带上了工党和自由党党魁 三军参谋长和很多高官政要 一列专车已经在滑铁卢火车等候 我们两个小时便可抵达南安普敦 再经过一夜航行 十七日中午便可抵达会面地点 上车就坐后火车迟迟未开动 不一会儿我的私人秘书上气不接下气地 从唐宁街赶来 带来坎贝尔从布尔多发出的最新消息 法国内队出现危机 具体消息我夜方可知晓 看来明天的会面是不可能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 回到了唐宁街 第五十九章 波尔多停战 在这一章您将听到 坚持抵抗的雷诺总理和一小部分内阁成员 最终还是没有说服被当元帅为首的投降派 在雷诺宣布辞职后 被当内阁很快便与德国签订了停战条约 为了继续抵抗 戴高乐孤注一掷 只身前往英国 成为了法国抵抗派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很快 雷诺对英法联盟宣言抱有的希望就破灭了 这一提遭到了重大的非议 总理极力赞成这一宣言 但那些情绪激昂的阁员们 意见不易 大部分的内阁成员们 对我们的计划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此次内阁会议的主题是 讨论英国对法国请求的回复 这样 法国就能决定要不要向德国询问停战条件 如果之前 我们就把此事的正式答复摆在他们的眼前 大部分人可能会接受我们的前提条件 但是现在的景象却是一片混乱 此时雷诺已经无法消除 英法联盟这一提议给内阁成员们造成的不好印象了 以被当元帅为首的失败主义分子 甚至拒绝审视这一提 人们纷纷指责这一提 然而这些说法 实则和宣言的内容相悖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的种种论断 尽管雷诺和曼德尔锦利在说服众人 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 这份联盟宣扬的内容 我已经向大家宣读两次了 想必所有人都对这份宣言的内容 一清二楚 而且明天 我会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再次会面 商讨这份宣言的具体事宜 我本人赞成这份宣言上的内容 即便我们失败 也仍要继续作战 赞成这份宣言 总理阁想 你难道还没看出来吗 这是一个阴谋 是英国对我们的最后一次袭击 这份宣言 无处不在暗示着 英国要将法国变为保护国 我夺取法国殖民地的阴谋 你怎么会赞成这份宣言 这会让法国论为英国的自制领 而且这完全是一份不公正的条约 我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宣言中规定法国人将享有大英帝国 而非大不列爹的公民身份 而英国人却享有法国公民身份 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北登元帅 按照前线的情况来看 依照德国目前的强大势力 他们会迅速摧毁英国 缠弱的陆军和空军 这甚至花不了太多的时间 英国陆军的装备 人数 还有士气 完全无法对德军造成任何威胁 不出三周 英国便会像一只小鸡一样 被德军拧断脖子 势如破竹 英国的实力完全无法抗衡 此刻我们与英国发表这个宣言 无意义与死人结盟 与其站在注定失败的一方 相比之下 我们还不如让法国成为纳粹的一个省 至少那样的话 我们还能知道该做什么 没错 这份宣言是一个意图完全毁灭法国 将法国变为英国殖民地的阴谋 我本以为相比与同敌人合作 你们会更愿意与我们的盟友合作 难道敌人比盟友还要值得我们相信吗 你们宁愿让法国成为德国的一个区 也不愿意成为英国的自治领吗 雷诺在阐述完我们的提议后 并没有让内阁对此进行投票 这一提议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这对雷诺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他从此在内阁中失势 后来的所有讨论都围绕着停战进行 没人提起我们之前的两封有关法国舰队的电报 我们要求法国在和德国和谈之前 将舰队调往英国港口 但是雷诺内阁还没来得及考虑我们的提议 便解体了 1940年6月16日晚上8点左右 雷诺向总统提出了辞职 并且提议让贝当元帅阻隔 坎贝尔大使给我们打电话称 雷诺先生告诉我们 内阁中支持向德国探民停战条件的势力太过强大 他在内阁会议上将那封电报宣读了两遍 尽管这封电报对未来形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是这丝毫不起作用 最后我们又拜见了曼德尔先生和参议员议长 让那内先生希望能够说服共和国总统 让雷诺先生组建新政府 我们恳请雷诺向总统解释清楚 首相在电报中提到的一切 并不适于一个打算和敌人进行和谈的政府 但是大约一个小时后 雷诺先生告诉我们 他无能为力了 并且已经递交了辞职 被当元帅和卫刚将军大肆宣扬战争的残酷些 并且成功说服了那些 胆小怕事的阁员们 同一天下午 莫内先生和戴高勒将军赶来内阁办公室拜访我 不久前 戴高勒以法国国防部副部长的身份 下令让负责从美国往波尔多地区 运送武器的巴士德号 转而驶向英国港口 如果法国单独和德国构合 莫内打算将美国支援法国的军需物资 全部运往英国 随后他话锋一转 让我们将剩余的战斗机中队派往法国 准备和德国打最后一仗 我拒绝了他的请求 雷诺辞去总理职务后 北当立即重新阻隔 主张马上和德军停战 十六日深夜 新内阁的人选定了下来 肖当出任内阁副总理 魏刚掌管国防部 达尔朗任海军部长 伯多安任外交部长 只有赖法尔那里出了点小问题 北当原打算让他担任司法部长 赖法尔却对此十分的不屑 他想担任外交部长 这样就能实施侵德政策打垮英国 让法国成为纳粹德国的小弟 被当很快就妥协了 但由于常务次长夏尔鲁的立场十分坚定 元帅便再一次改变了主意 十月二十八日 赖法尔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外交部长 然而彼时的战况已经大不相同 英国的抵抗 个人们意识到 这个岛国不是可以轻易被毁灭的 这也让整个法国为之欢欣鼓舞 在十六日发给法国的电报中 我们同意让法国就停战条件一事 向德国提出问询 但前提是 法国需要将舰队开往英国的港口 这一电报已经被正式交到了贝当手中 经过内阁准许后 我又发了一封电报 强调我们的主张 但是都时辰大海 十七日 我给贝当和魏刚发了一封信 坎贝尔奉命将副本交给法国总统和达尔朗 我坚信 贝当元帅和魏刚将军 绝对不会把精良的法国舰队交到敌军的手中 这样做有损他们一直以来的良好名声 当然 如果你们仍然迟迟不愿意将法国的舰队 调往英国或美国的港口 那么这样的恶果就会降临 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 我们派第一海巫大臣庞德 海军大臣亚历山大 以及殖民地事务大臣老埃德勋爵一同前往法国 十九日 他们费尽周折 试图说服法国新内阁的成员们 随后 他们得到了很多郑重的承诺 法国人也向他们保证 绝对不会让法国舰队落入德军的手中 但是却迟迟不见法国舰队行动 应内阁的要求 我在十七日晚上通过广播 发表声明 法国那边传来的消息不容乐观 但法国的遭遇 不会对我们的行动和目标造成任何的影响 现在我们已经成了武力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唯一斗士 我们必当竭尽全力 我们会誓死保卫英国 大英帝国将继续战斗下去 直到世界人民彻底摆脱希特勒的魔爪 我相信这一天终会到来 十七日上午 我在内阁跟同僚们提到了昨晚和斯皮尔斯将军的一通电话 他在电话中说 他认为他在波尔多的新政府中起不了什么作用 同时他还表达了对戴高乐人人安全的忧虑 于是我们商量出了一个绝佳的办法 那么我就送您到这里了 斯皮尔斯将军 说实话 我的老朋友 我真希望你能够继续留在波多尔和我们抵抗德国人的侵略 但是看起来北当元帅居心已定 凭我一个人是没法让内阁回心转意的 别那么消极 戴高乐将军 来日方长 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踏上这片自由的土地的 法国需要你 法国的人民也需要你 你们在这里等候 我要送斯皮尔斯将军上飞机 顺便再和他多说会儿话 如你所愿 将军 如果你改变主意了 那么趁着飞机还没启动 现在是最后的机会 我昨天就和您说得很清楚了 不管北当和那些懦夫们怎么想怎么做 我已下定决心和你们战斗到最后一刻 好吧 我怎么也想不到在法国的最后一件任务 居然是这样的麻烦事 那就送到这儿吧 将军 再送的话 你就得和我一块上飞机了 那么一路顺风 老朋友 我们很快会再见的 最后 让我们再握一次手吧 你还真是有理有机啊 用力点 一 二 三 上帝啊 这沿的是哪一处啊 快 向内阁报告 戴高乐小军 跟英国人走了 当晚 戴高乐通过广播 向法国人民发表演说 法军并不是孤军本战 他的身后 有强大的大英帝国作为支撑 法国可以和大英帝国团结起来 法国可以像英国一样 充分利用美国丰富的工业资源 然而其他那些想要继续战斗的人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北当政府成立之后 在德国势力范围之外的非洲地区 建立一个法国政权的计划 还是有望实现的 18日 北当内阁开会商讨这一计划 他们同意先派一个代表团前往北非 北当也没有反对 他想派副总理萧当 以他的名义前往北非 于是法国政府准备撤退的谣言 在波尔多疯传弄得人心惶惶 魏刚对此则表示坚决的反对 赖法尔得知此事后显得十分惊慌 于是魏刚和拉法尔 开始游说聚集在波尔多的 参众两院议员们 对此海军部长达尔朗 持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眼下解决争议的 最便捷的办法 就是用一艘船将那些指责他的行为的主要人物通通运走 这样政府就有充足的时间采取下一步行动 在得到新内阁的首肯后 便打算用全副武装的辅助巡洋舰 马西里亚号将所有想去非洲的政要们运往北非 但很多想去非洲的人都怀疑这是一个圈套 21日下午 马西里亚号起航 23日他们从船上的广播中得知 北当政府已经和德国正式签署了停战协定 康平纪立刻试图说服船长 让他开往英国 但是船长竟冷酷地拒绝了他的请求 于是这批不幸的爱国人士在船上交集万分 终于6月24日晚上 马西里亚号停靠在了卡萨布兰卡 此时曼德尔仍然打算按照原计划行事 他和达拉蒂一同起草了一份宣言 宣称在北非建立政权继续战斗 由他本人出任总理 上岸后他拜访了英国领事 随后他想通过哈瓦斯通讯社发表他的宣言 诺盖将军看完宣言后 将其扣下并没有公之于众 反而将宣言发给了达拉朗和贝当 这二人一致决定 不能让一个德国势力范围外的政权 成为他们未来的潜在威胁 于是曼德尔在酒店被捕 并且被押送往地方法庭 但是当地的法官将其无罪释放 然而总督诺盖下令再次 将其逮捕 并且囚禁在马西里亚号上 当时我们对这些情况全然不知 我仍然心系那些想要继续战斗的法国人 为此我给伊斯梅将军置信一封 眼下这一圈套正在收紧 我们迫切的需要建立秘密网络 来将想要继续战斗的法国政府官员 士兵们以及一些重要的技术人员 送往各大港口 海军和空军必须得合作 这个任务应该由戴高乐将军和他的委员会指挥负责 在6月25日深夜的内阁会议上 我们得知一艘在有大量法国政要的舰支 从拉巴特使过 我们决定立即与之取得联系 第二天天刚亮 新闻大臣拉夫库伯先生 就在哥特勋爵的陪同下前往拉巴特 到达拉巴特后 他们发现整个城市正在举行仪式 为法国战败莫哀 他们尝试联系曼德尔 但始终联系不上 事实上 这些法国前部长和议员们 被当作逃犯一样看待 对此 我们的使团也无能为力 只能原路返回 又过了几天 我下令让海军部截获 马西里亚号 解救船上的乘客 然而 我们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在卡萨布兰卡港的炮台下 停了将近三周 随后船上的所有人 都被带回了法国 交给了维西政府发落 六月十六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导致了法国的陷落 如果对每件事情都能稍加改动 那么结果就截然不同了 如果雷诺能熬过十六日的窘境 那么十七日 我就能带着英国最强大的使团 和他会面 届时 我们肯定会在北当 魏刚 萧当等人面前 直率地提出 我们的主张 相信我们的提议 肯定能得到共和国总统 两院议长和所有支持雷诺的人的支持 届时法国政府 已经撤到北非 英法共同体 将会和希特勒对质 英法两国舰队出击 并取得地中海的制海权 军队和物资运输畅通无阻 只要两国的空军联合起来 不久后就能成为对抗敌军的第一主义 马尔他将成为我们的海军基地 我们还可以切断意大利和利比亚 以及迪利波里的交通线 如果我们不需派出那么多战斗机去保卫埃及 那么就能将这些飞机士兵 同法军残部联合起来 将战场从地中海东部引到中部 这样一来 1941年内 我们就可以清除整个北非海岸的义军 法国应该坚持 联盟主要交战国的地位不变 这样就可以避免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 事实上 在1942年11月 英美两国采取行动后 法国被德国完全控制 停战协定也并没有让法国民受痛苦 我们无法确定希特勒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 希特勒不可能一边通过西班牙向非洲发起猛烈攻击 一边发动不列颠之战 两者只能选其一 如果希特勒选择前者 那我们凭借手中的制海权和法军基地就能以更快的速度将更强大的空军和陆军运到罗洛哥和阿尔及利亚 我们也很乐意在法属西北非地区同敌军进行一场恶战 巴黎陷落后 希特勒欣喜万分 他的注意力也自然地转到了下一个重大问题上 一旦法国投降 希特勒势必要征服大不列颠 他不可能通过西班牙向西北非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我确信 如果法国政府能撤往北非 这对所有的盟国来说都会更好 不管希特勒有没有继续向北非追击法国和我们 第六十章 奥兰袭击战 在这一章您将听到 为了避免因法国的投降 而给英国接下来的抗战 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英国战时内阁痛下决心 策划并实施了控制击沉法国海军的弩炮计划 这一行动虽然粗暴残忍 但却为英国换来了难得的喘息空间 彰显了英国人民斗争到底的决心 法国沦陷后 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英国会不会也会投降 到目前为止 我在每一次关键时刻发表的声明中 都在重申我们单独作战的决心 法兰西之战已经终结 不列颠之战即将结幕 希特勒知道如果不怕英国消灭 他就等于输了这场战争 如果我们能顶得住 全欧洲都将获得解放 但如果我们失败了 所有的国家都将堕入另一个黑暗时代的深渊 因此我们应该振作精神承担自己的责任 显然 希特勒想要尽早地结束西欧战役 为此他可能会给英国开出很诱人的调节 以便于投身东欧事物 事实上 我们到目前确实没给德军造成巨大损失 在德国进攻法国的过程中 我们也确实是在节节败退 但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承受被侵略的恐惧 并且只诱人的条件与不顾而拒绝和敌人和谈 我们很快就将采取行动 应美国海军当局的邀请 洛西恩勋爵急着问我 是否应该将英国舰队的弹药和修补器材 冤枉大西洋彼岸 我发了封电报告诉他 目前还没有必要采取这些预防措施 我还将下列电报发给了各自治领的朋友们 至麦肯齐金总理 如果英国战败 毫无疑问 我们会和美国谈判让他们参战 并且派遣英国舰队到大西洋彼岸 我相信我们有能力保卫英国本土 因此我觉得我们此刻没有必要转移英国舰队 或者是为此做任何准备 我本人是绝对不会和希特勒妥协的 但我无法保证将来的政府不会屈服于德国 接受德国的霸权和保护 倘若你能让总统意识到这一点 那就再好不过了 你的精锐的加拿大时政和我们并肩作战 对此我十分欣慰 至杨克里斯蒂安史莫兹总理 显然我们眼下的首要任务 就是击退敌人对大不列颠发动的任何进攻 向世人展示我们不断壮大的空军力量 如果希特勒无法打败英国的话 他可能会转而采取东进计划 我不认为即将到来的冬天会对德国造成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之下 仅凭着盖世太保和武力来统治整个欧洲 而不采取任何行动来收买人心的话 这样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英国空军的发展会让希特勒的行动越来越艰难 这一困难对他造成的影响都可能是致命的 我们为本土防御而组建的大规模的部队 是按照公式来整编的 我们现在的计划仍然是组建55个师 但随着我们军需供应的不断强大 帝国的资源流通加快 我们有希望组建更大规模的部队 此外我们还掌握着制海权 在打击西欧时有更大的自由选择权 对于即将到来的严峻考验 我们信心满满 随后我又给驻美大使洛西恩勋爵 发了一封电报 不要花太多的精力去引导美国的舆论走向 只有不断变化的形式 才能让他们改变他们的想法 我相信我们能够击退敌人的侵略 并且保存英国空军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决心一事 如果一番激战之后英国战败了 德国占领大部分的英国领土 那么英国的土地可能就会建立卖国政府 届时新的政府将和德国构合 英国也将最终沦为德国的保护国 那时候英国舰队将成为政府与德国谈判的唯一筹码 截至目前 美国并未向我们提供任何值得一提的援助 法兰西战役快要结束时 海军上将达尔朗在布尔多的声望日益高涨 在他的领导下 现在的法国海军实力达到了法国大革命后的顶峰时期 尽管他心底不喜欢英国 但他曾无数次向我保证 不管将来的形势怎样 他也绝对不会让法国的舰队落入德军手中 此刻 这位野心勃勃的海军上将 在布尔多迎来了自己政治生涯的巅峰 他对法国舰队享有绝对的领导权 只要一声令下 法国舰队便会前往英国 美国或法国殖民地的港口 但他最终并没有这样做 自私自利的人终究不会有好下场 只要达尔朗愿意离开法国 便能摆脱德军控制成为法国人的领袖 他手下拥有世界排名第四的法国海军 而且法国海军对达尔朗的指示绝对不从 一旦他的地位得到承认 整个法兰西帝国都将团结在他周围 然而他并没有这么做 最终他的名字也被载入法国海军 和法兰西民族历史的耻辱侧重 关于达尔朗 我还有一点要提 1942年12月4日 在他被刺杀三周前 他曾写信给我 建成自己履行了曾经的诺言 亲爱的首相先生 1940年6月12日 在位于布里尔的卫刚将军司令部 你把我拉到一边说 达尔朗 我希望法国舰队永远不要投降 当时我说我们绝对不会投降 这尤为于法国海军的传统和荣誉 6月17日 我又在波尔多对海军大臣亚历山大 第一海武大臣庞德和埃尔德勋爵 做出了同样的保证 我之所以没有下令 让法国舰队驶向英国港口 是因为我知道 这一举措会让法国本土和北非 完全落入敌军之手 我承认我对英国存有敌意 但法国舰队在土伦港自沉一世 证明了我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 因为即便我已经不再统率法国舰队 但他们仍然坚定地执行了我曾经下达的指示 由于事态的发展 我们不得不采取一种政策 来避免法国本土和法兰西帝国 被轴心国占领并摧毁 这一政策和你们的意见相悲 但是我别无选择 今年11月8日 盟军开始登陆非洲 起初我只是单纯地执行上级的指示 但随后我就发现不妥 于是我下令停止抵抗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11日那天 我听闻德军撕毁了停战协议 全面占领法国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 我决定恢复行动自由 于是在终于被当元帅的前提下 我选择了一条对法兰西帝国最有利的路 那就是加入盟军对抗周心国 在法属非洲最高当局以及舆论的支持下 我以法国政府首脑临时代理人的身份 在非洲租建了武装指挥部 并且下令让法军同盟军协同作战 我奸贤 正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德军作战的法国人 一定能和盟国重修旧好 我希望大家可以互惠互利 眼前最重要的事就是打败周心国 此刻 大不列颠正面临着致命的危险 法国海军可能会落入德国和意大利舰队的手中 日本也开始胡适淡淡 此外 德国可能会以任何理由随时撕毁停战协定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和风险 想方设法地避免法国海军落入敌人手中 从而避免对我们及其他国家造成致命的伤害 在这一问题上 战士内阁从未有过丝毫的忧郁 目前大部分的法国海军都停靠在我国普茨茅斯和普利茅斯港口 在我方的势力控制之下 在亚历山大港 一艘战略舰和四艘巡洋舰 还有一些小型舰支 都由我方的一个战斗舰队掩护 此外 在奥兰和米尔斯克比尔 停泊着法国两艘装备最精良的巡洋舰 以及一些其他舰支 马提尼克有一艘航母和两艘轻型巡洋舰 卡萨布兰卡的让巴尔号战列舰 还未装上舰炮 达卡尔的离歇流号已经可以下水航行 最后 吐伦港还有一部分战舰 以上就是法国海军目前的部署情况 先生们 先生们 此刻 我们面临着比顿克尔克 还要可怕的境地 法国 已经投降 我们的陆军基本被消灭殆尽 但是海军丝毫没有受损 而现在 法国新组舰的政府基本上已经是纳粹德国的傀儡 我很担心 法国完好无损的舰队会落入到德国人的手中 您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首相 我们绝对不能让法国海军落入德国手里 本土的防御目前仍然只能抵御小规模敌军入侵 一旦德军凭借强大的法国舰队直接登陆 英国本土会陷入极其可怕的灾难中 是的 达德利说的没错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是我们如何确保法国海军不为德国人所利用 达尔朗之前曾信誓旦旦地告诉我 他不会让法国海军落入德军手中 现在居然为了一个傀儡政府的海军部长职位 就完全抛下了他的诺言 想想看吧 现在德国只是在陆军上所向披靡无人可挡 我们有应急力海峡作为天然的屏障 而一旦德国海军强大起来 那会是我们的末日 在现在的局面下 即使我们同情法国的遭遇 但是也不能因此忽略我们自身的安全 为了我们的人民 我们必须做出一些痛苦的决断了 我认为法国人的承诺不可信 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控制下 主动凿沉船只是不可能的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保证法国海军不会自敌 我们需要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 夺取并控制所有我们能靠近的法国舰队 要么有效地让其作废 要么予以击毁 总之我们绝不能拱手把这些船 拱手让给德国人 我也这么认为 我会尽快将这个想法通知海军部的 这个计划我们就叫做弩炮计划 为此我给伊斯梅将军发了一封电报 第一 海军部作出指示 除纳尔逊号战略舰和他的四艘驱逐舰 留守国内外 其余简直将于三日拂晓 开始实施弩炮计划 第二 从二日到三日凌晨 应该在普茨茅斯 普利茅斯 亚历山大 和马提尼克港全面实施弩炮计划 同时 应该密切关注达卡尔和卡萨布兰卡的动静 做好预防措施 防止任何有价值的舰支逃脱 鉴于目前的形势 海军部应当从英吉利海峡的小型舰队 扩大至四十艘驱逐舰 派巡洋舰加以援助 应该努力在未来的两到三天内达到这种实力 并且维持两周 这样的部署势必会让西部航道遭受损失 对此我们要坦然接受 1940年7月3日晚 我们控制了停泊在普茨茅斯 和普利茅斯港的所有法国舰支 这个事件表明 如果德国想要得取停泊在德军控制范围内的港口的法国舰支 那也是轻而易举的 英国境内的法国舰支 除了苏尔吉夫号稍作抵抗外 其余舰支都与英国海军顺利交集 舰上的法国船员都自愿上岸 弩炮计划的主战场 在地中海西部 7月1日凌晨 位于直播骆驼的 由海军中将萨茉维尔率领的H舰队 接到海军部的指示 要求其在3日实施弩炮计划 7月1日午后不久 他发来电报 在预祝巴黎海军武官霍兰德上校和其他人员商议后 本舰队认为应该尽量避免和法军发生冲突 霍兰德认为 如果采取武力手段 就会让法国人心生隔阂 下午6点20分 海军部回复道 英王陛下政府心意已决 如果法国海军拒不遵命 就只能诉诸武力将其彻底毁灭 晚上 萨莫维尔收到指示 向法国舰队司令 传达下列措辞严谨的声明 英王陛下政府下令让我将下面的文件转达给你 英国政府同意法国政府与德国政府进行和谈 但前提是 法国舰队必须在敌接停战协议前开往英国港口 以免落入敌人手中 现任法国政府可能会觉得 同德国和意大利签订的停战协议中的条款和这些承诺并不冲突 但德国和意大利一定会在合适的时机控制法国的舰队 用它来对付英国和其他的盟国 作为你的盟友 我们无法容忍这些精良的法国舰支 落入德国或者意大利的手中 我们势必将战斗到底 因此 我们必须要确保这些法国舰支 不会落在敌人的手中 于是 接英王陛下政府的旨意 我向驻扎在米尔斯克比尔和奥兰的法国舰队 开出了下列条件 一 随我们出港 继续对德国和意大利作战 直到取得胜利 二 裁剑船员并在我们的监督下驶向英国港口 如果你们愿意采取上述任何一种措施 我们都会在战后归还你所有舰支 如果有任何损毁 我们也悉数赔偿 三 如果你们坚信停战条约的规定 那就裁剑船员 随我们驶往西印度群岛的一个法国港口 并按照我方的要求解除武装 或者将将军舰交给美国妥善保管 直到战争结束 倘若你方拒绝以上公平合理的条件 我必须深表遗憾 只能要求你方在六小时内自行凿沉军舰 最后 谈若你方未能按照上述要求行事 我只能奉英王陛下政府之令 动用一切力量 阻止你方简直落入德国或意大利之手 谈判持续了一整天 下午三点 法国内阁会议开会上讨英国提出的条件 四点十五分 霍兰德霍准与法国舰队司令会灭 但气氛异常冷漠 从前方传回的消息可以明显地看出 此时 撒末维尔和他的副官们有多么痛苦 然而 我们此刻只能下令让他们对这些昔日的盟友们开火 海军部的每一个人也都于心不忍 但战士内阁心意已决 下午六点二十六分 我们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警告 然而 此时行动已经开始了 下午五点五十四分 舰队司令萨莫维尔已经向这支法国舰队开火 轰炸持续了约十分钟 随后 皇家方舟号上的海军飞机又开始出动 发动了猛烈攻击 七月四日 我向下预院详细汇报了我们采取的一系列行动 经过这一系列的行动 德国已经不会再对法国舰队有所觊觎了 于是我向下预院宣读了警内阁批准的一封警告书 此刻 敌人随时可能会入侵 英国本土随时可能爆发战争 首相希望所有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人员能够保持警惕并且充满自信 既然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就没有必要担心无法安全登陆英国的德军 目前 英国皇家空军秩序良好实力空前强大 同样强大的还有英国本土的陆军实力 相比之下 德国海军实力却是空前的孱弱 首相希望在所有英王陛下政府中身居要职的诸位 都能够以身作则 沉着冷静 并保持坚定的决心 我们用如此粗暴的方式迅速解决了法国海军这一隐患 这对每个国家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大不列颠对昔日盟友的这一残忍举动 为他自己换来了短暂的制海权 这彰显了英国战士内阁无所畏惧 以往直前的精神 7月1日 北当政府前往维西 想继续作为非战领区的政府 在得知奥兰事件之后 他们下令动用空中力量在直播骆驼地区发动反击 于是非洲基地的战机起飞对该港进行了轰炸 7月5日 他们正式宣布与大不列颠断绝关系 奥兰事件之后 没有人再对英国坚持斗争的决心产生怀疑 眼下的唯一问题是 英国会不会被敌军征服 这一问题很快 便将戒分晓 第六十一章 部署反击 在这一章您将听到 意识到应该把握战争主动权的英国 开始部署起了反击计划 并且研究了相应的战术予以配合 在丘吉尔的主导下 英国设计并建造了坦克登陆所用的舰艇 深入研究两栖作战 这些努力都在后来的诺曼底登陆中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敦克尔克奇迹 我的第一反应是 借机发动一次反攻 来适当的对此加以利用 眼下很多事情尚未明朗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掌握主动权 查尔斯 现在尽管我们手握之海权 而且空中防御力量也十分的强大 但我仍然担心德国会登陆英格兰作战 每一处海湾 沙滩和港口都不安全 敌人可能会从任意地点登陆 除此之外 德国还有可能会出动散兵 横扫并夺取利物浦或爱尔兰等地 对于这个问题 你们空军怎么看啊 是的 空军目前的实力 用来维护本土安全足以胜任 但是想要完全胜过德军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飞机 这也是之后我们的重心 在当前的情况下 空军确实无法完全阻挡德军的散兵部队 恕我冒昧 首相您的意思是 反击 我们必须要反击 过去那种一味防守的观念 已经让法国沦陷了 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 丧失战争的主动性 要是能在被德国占领的 沿海地区最大限度的 牵制德国的兵力 一定会大有好处 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组织袭击部队 向沿海地区发起攻击 以此进一步削弱敌人 派出地面部队进行突袭 如果要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们就必须对此绝对保密 甚至不能透露任何关于袭击地点的消息 是的 我也这么认为 为了达到突袭的效果 这些部队在采取攻击之前 应当对攻击点绝对的保密 想想吧 想想敦克尔克吧 既然我们在必要时 军队可以很快撤离到指定地点 那么进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我们必须要努力摆脱敌人 对我们的精神压迫 并且从敌人的手中夺回主动权 恐军对此没有意见 我们愿意遵从战时内阁的指示 我会尽快向葛参谋长转达您的意思 伊斯梅将我的意思转达给了葛参谋长们 他们在原则上同意我的看法 这也体现在很多行动中 此刻我的重心全部放在坦克室以上 坦克不仅应该用来防御 更应该用来进攻 这就要求我们需要建造大量的坦克登陆艇 我对两棲作战一直很感兴趣 并且一直想要建造特制的登陆艇 来运送坦克 好从海上登陆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1940年6月6日 带着获救后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 我写了一系列的备忘录 下令开始设计和建造坦克登陆艇 并对相关单位进行了督促 指伊斯美将军 关于昨天提到的进攻计划 我在这里做进一步的说明 当澳大利亚军队抵达时 是否可以将其250人一组变成分潜队 并配备武器 让他们不仅能够承担本土的防御任务 还能胜任在敌军现在所控制国家的海岸登陆任务 我们一定要敢于进取 可以先派出经过特殊训练的猎手 执行打了就跑的方针 从而造成地方统治区的恐慌 随后一旦我们整编完毕 我们便可以突袭加莱或者是布罗涅 剿灭德国守军 占领德国要塞 直到我方做好猛烈围攻该地区的准备后再撤离 我们必须停止过去那种被动抵抗的局面 必须把坦克和装甲车装在平底船上 这样他们就可以从海上登陆了 发动突袭破坏敌方的重要交通线路 随后由海上撤离 一旦德国派遣精锐部队进攻巴黎 那么德国防线上的士兵力量便较为一般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以下措施来收拾这部分敌军 一建议组建袭击连队 二建议我们手中掌握至海权 因此我建议运送坦克从海上登陆 第三必须在整个沿海地区建立间谍和情报系统 第四部署一支5000人的散兵队伍 第五立刻将六门15英寸口径的大炮组装好 并且将其固定在铁路或钢筋混凝土的炮台上 以压制德军火力 随后尚文提到的措施都付诸实施了 袭击连队改成了戈曼德突击队 这是世界上第一支独立执行特种作战任务的新型部队 现在说回建造登陆艇的事 这对我们来说一方面是极大的考验 另一方面也是未来对抗敌军的方式 我们现在需要的不仅是可以挂在军队运输舰上的小艇 还需要可以运送坦克和大炮登陆 并且将其卸在海滩上以发动攻击的远洋舰 至军需大臣 设计并建造将坦克运往海峡对面 向敌国发起攻击的舰支 这一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 可以将这一工作移交给前海军造船总监霍普金斯先生 这些舰支必须能一次性将六七百辆坦克卸载在海滩上 或者从路上运走 当然也能将坦克卸在码头 如果可能的话 最好能将二者结合起来 至于伊斯美将军 此前我曾让陆军部制定了一份组建装甲师的计划表 这些装甲师需要在1941年派上用场 该计划具体如下 到1941年3月底应该有五个装甲师 以后每个月增加一个 直到1941年8月底应该共计有十个装甲师 以上提到的装甲师应该配备装甲车 以及其他各色辅助型车辆 让陆军部向我汇报该计划的最新进展情况 此外向我汇报用于海上运输的舰支建造的情况 这些舰支应该达到一次性可以运送两个装甲师的要求 7月 我设立了一个独立的联合作战指挥部 由海军元帅罗杰凯斯爵士担任司令 该指挥部隶属于参谋长委员会 负责研究联合作战事宜 至伊斯妹将军和埃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我已经任命海军元帅罗杰凯斯爵士 为联合作战指挥部的司令 接手鲍恩将军的职务和手中现有的资源 告诉鲍恩将军 由于联合作战的范围即将扩大 我们需要一个高级别的长官来负责这件事情 这一改变并不会对他和他的下属造成任何的影响 他要做的就是有效地配合罗杰凯斯爵士的工作 对于他担任皇家海军陆战队军务署署长时所做的工作 我给予高度的评价 将来在规划相关事宜时 罗杰凯斯爵士可以通过伊斯妹将军和三军各部取得联系 此前联合计划委员会一直听命于参谋长委员会 是参谋长委员会为他们的顶头上司 虽然这一重要的机构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大作为 但我觉得有必要由我亲自来领导 因此我让战士内阁下令批准这一变动 这件事得到了所有同僚的同意 于是我发布了一下指示 一从下周开始联合计划委员会将成为国防大臣办公室的一部分 由国防部直接领导 该委员会的总部设于李奇曼台阶 同时保留其在三军各部的现有地位不变 继续同三军各部保持联系 他们负责为国防大臣提出的方案制定具体实施的细节 也可以在和伊斯妹将军商议之后独立制定自己的计划 当然我们应该服务于参谋长委员会 并对参谋长委员会下达的任务加以商讨和研究 第二联合计划委员会自己制定的 或皆上述部门指示负责制定的计划 都需要经参谋长委员会的审核 三此后有任何的争议 所有的计划都要经由战时内阁国防委员会的讨论 第四首相应向战时内阁汇报最新的进展情况 但参谋长委员会和战时内阁的关系不变 对于以上指示 参谋长委员会没有异议 然而约翰第二爵士给陆军大臣写了一份备忘录 关于信中所提的内容 我再次做出以下承诺 联合计划委员会可以向我提出军事上的建议 关于这一点不存在任何问题 他们只是根据我的指示制定出具体的计划 至于这些计划或往后的任何改动会不会被接受 这取决于参谋长委员会 我们没有必要改变参谋长委员现有的宪法和所规定的地位 而且我提议应该和以前一样和他们密切合作 并通过他们开展一些具体的工作 我觉得很有必要将联合计划委员会 纳入我们的直接管辖范围 我相信你和其他两位大臣能帮我做出正确的指示 从而让战争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改变现在处处被人压制的局面 从那以后 我们便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到各类坦克登陆艇的研发和生产中去 为此海军部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负责这件事 10月份 第一艘坦克登陆艇已经进入测试阶段 研发人员随后又做了一系列改良 随着我们经验越来越丰富 后来制造的这些舰支性能也在稳步提升 海军部十分担心这些舰支的建造会大量占用造船业的资源 所幸这些制造工作可以交给那些没有承担造船任务的建造公司负责 这样就不会对大造船厅的人力和物力造成影响 坦克登陆艇适合横跨英吉利海峡作战 或是在地中海区行动 并不适合远距离的航行 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更大且更合适海上航行的舰支 这种大型舰支不仅能运送坦克和其他车辆 还应该像坦克登陆艇一样能将这些坦克和车辆卸载在沙滩上 于是我下令研发了这样的舰支 后来他们被命名为坦克登陆舰 这不可避免的会占用造船资源 因此第一批坦克登陆艇只建造了三艘 其余的由美国和加拿大定制 他们在之前的设计上又进行了改良 到了1940年底 我们对于两棲作战已经有了很熟的了解 我们在国内和中东地区都设置了训练中心 用来为两棲作战做准备 经过几年的努力 这一成果后来在关键时刻大放异彩 成为我们行动计划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1941年下 参谋长委员会指出 我们现在建造的这些登陆艇只适用于小规模的行动 要是想重新夺取回欧洲大陆 就必须投入更多的努力 但这远非我们当时所能及 此时 海军部已经设计好了新的坦克图纸 随后 我们将这些图纸送往美国 并和他们共同商量改进的细节 1942年2月 这一箭支在美国大规模投产 美国最终建造了1000艘此类登陆艇 与此同时英国和北美正在紧锣密鼓地制造各色用来攻打大陆的小型箭支 这些箭支只需要由运送进攻部队的箭支运往作战地点 因此我们便着手对英国和美国的部队运输箭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装 让他们能够携带这些箭支和大量其他的特殊设备 这些箭支被称为步兵登陆箭 鉴于这项工作 对日后战争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 我在这里附上一封于1941年给罗斯福总统发取的点报 我们一直在思考1942和1943年的作战计划 在确保主要的基地安全后 我们很有必要最大限度的发动人力来夺取胜利 从大的方面来说 我们首先应该对敌军加强封锁和宣传 其次应该对德国和意大利实施不间断的猛烈轰炸 光是这些举措足以导致敌军内部混乱和崩溃 等到时机成熟 我们必须制定计划 海军队登陆被敌军占领的国家和地区 解放这些被征服的民众 为此 我们不仅需要大量的坦克 还需要能将他们从海上运往登陆点 并将其直接卸载在沙滩上的船只 我们可以将现在正在制造的大量商船加以改进 将它们都变成登陆舰 随后 我又给第一海物大臣发送的一封电报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让总统先生 在原有的计划上额外建造建制 而是让他们为1942年战争做准备的大量商船中抽掉一部分 为这些舰只装上舰手或者是侧舱门 这样就可以直接将坦克卸载在海滩上 或者将坦克运往坦克登陆艇 再由这些登陆艇运往海滩了 鉴于现在有很多人说我此前曾反对任何类似于诺曼底登陆那样的大规模登陆作战 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说清楚 我从一开始便极力促进这类舰只的研发和制造 并将其编成舰队用于运送装甲车辆登陆海滩 如果没有我此前的努力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一系列登陆战役